-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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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s my turn 哈囉大家好我是Yuri 那現在是早上的 8點46分 然后呢 这个时间点我为什么会出称在这边呢 因为我就是要趁着空无一人的时候 抢前为你们看一下我们新款包包 抢前为你们看一下我们的LUXIA COLLECTION啦 LUXIA COLLECTION呢 分别推出这五个颜色 而且它是从甜美色系 活力色系 百搭色系 跟经典色系呢 都一次满足大家 同时也满足了我 好感动哦 而且呢在设计上面呢 它不会是让人难以抉择的那种 像Yuri就是数战数决的选择了 非常符合我个性的经典黑色 那现在呢 Yuri就带你们来开箱 Yuri正在使用的这款包里面 究竟装了些什么呢 首先呢 先为你们介绍LUXIA COLLECTION的这个外观设计 它采用的是超纤皮革的十字纹皮革 那像是这一类的皮革呢 它会比像对其余的皮革来说 还要有的防潮耐磨防刮痕的 这种呢就很适合像Yuri这么 粗的人 那我非常喜欢像这样子的 扭转式的扣子设计开关 它就是只需要这样子扭转 它就可以开启了 再来让你们看一下里面的容量 就是呢 我会随时携带像是CLEANEO的保湿喷雾 因为最近天气不是很热吗 我觉得就是要 偶尔保湿一下你的皮肤 那再来呢 就是我还会携带最重要的这个POWER BAG 那像是Yuri最近呢 是比较喜欢带像这类比较轻松又方便携带出门的卡夹出去 这个的话它就是分别有四个卡层 所以就是你只需要携带自己重要的 像是证件 然后银行卡之类的就可以了 那再来呢 是干死手艺 香水 然后我这一款香水真的超香的 它是有一点点的橘子花香味 再来就是呢 我本身很喜欢听音乐 所以呢 少不了的是耳机啦 还有就是呢 相信每一个女生的包包里面呢 是绝对不会只携带一个颜色的口红 再来呢 让你们看一下内衬的设计 它就是这里呢 有一个口袋隔层 还有就是呢 这里 你们有看到一个拉链的暗隔吗 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就可以写放像是比较重要的单句 因为像是Yuri比较糊涂的那种 来说的话呢 我一定会弄不见的 好 再来就是呢 这一款包包的肩带 分别是这一种手提链带 这声音超了愈的 并没有 就是LUCIA COLLECTION呢 分别有一个链带型的手提短带 扣上去后的这个整体效果呢 是非常好看的 因为呢 它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以往不一样的设计链带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它的设计是采用这样子的 那当然它除了链带型的手提短带以外呢 当然少不了的是皮革肩带啦 那现在就扣给你们看一下 那在这个设计上呢 你也可以选择就是拿掉这个 半皮链带的肩带 然后你们就是可以 比较单调的搭配上我们这个皮革肩带 但是YURI本身呢 是会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呈现整体的包包外观设计 因为这样子的话 更有加分 还有就是提高包包颜值的这一个部分 那现在呢 YURI就要背给你们看一下上身的整体效果 感谢观看 那六小collection的开箱分享呢 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点击按赞分享 以及订阅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